摆摊的菠仔糕叫成来了 就能做出松软香甜的发糕 全程不醒面不发面 饭碗刷油 放入面糊 摆上红枣 静置20分钟 上锅蒸20分钟 蓬松有嚼劲 给家人当早餐特别营养 喜欢的点赞收藏 这个汤我家孩子一周最少吃两次 炒至断生 加入适量药 煮5分钟 淋入一颗鸡蛋液 出锅前放入青菜 加点盐和香油调味 天气转量来上一碗 暖心又满胃 为什么饭店的腌萝卜那么好吃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用我的左手抓匀 腌半小时就可以吃了 你学费了吗 一个五毛钱馒头 用手撕西碎 加三个母鸡蛋 搅拌均匀 哇 哇 太香了 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难怪腥味那么重 首先冷水下锅 加82年的啤酒 这样蒸味上姜片去除寒性 本来自己做双皮奶这么简单 放入杯中 加入刚刚做好的奶茶 放两毛钱珍珠 煮至漂料包 加清水没过食材 能够的面糊 盖上拖沫即可 彭松轩人比面包还要好